我現在要來介紹八分音符節奏的鼓刷做法 今天這個動作只要用右手就好了 左手就不用了 所以畫面上你就看到我只用一支鼓刷 那在這個示範之前 我想要先說明一點 就是在做這個學習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會被動作所吸引 其實你要去注意的是 你聽到的是什麼聲音 因為每個人的動作習慣不一樣 然後演奏的器材環境也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演奏的動作會有一點細微的差異 例如說今天我要做的這個動作 會是以之前的一個課程 就是右手的C型 應該說反過來的C型軌跡 C本來是這樣子嘛 那現在我是反過來 一個反過來的C型軌跡 來回的移動 以這樣為主 但是在移動的時候 在畫這個軌跡的時候 常常因為音色的需要 或者是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或者是拿鼓刷的角度 有太多的原因了 甚至鼓刷的材質也會影響 有太多的原因會導致演奏者會需要去調整一下這個移動的軌跡 那這樣子的微調就會造成軌跡跟原本你看到的影片示範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動作以及刷動的軌跡只能參考 當然很多的目前還是很多的古刷的課程都還是需要畫那個圖形 這些圖形只是參考 重點還是在於你聽到什麼樣子的聲音 今天的課程要以這個C型軌跡為主 但是之前的C型軌跡 概念比較像是你會聽到一個又一個的四分音符 我先做一個動作你看一下 如果你聽聲音的時候 你聽到的應該是 一波又一波 一個接一個 一個又一個的規律的音符 那你可以這樣想它是一個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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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今天要做的動作這個圖形幾乎是一樣的 我只要做一個細微的差異 就讓聲音變得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去忽略了聲音 只看我的動作的話 你會覺得這跟C型的軌跡不是一模一樣嗎 我更正一下是反過來的C型軌跡 那跟之前講的這個反過來的C型軌跡 既然是一模一樣的很多人就照著這個動作做了 那你可能會沒有辦法產生出這個聲音的差別 所以注意一下今天要做的是一拍兩個音 我這樣說更具體的說是我想要做的是八分音符 那以四拍一個小節四拍來說的話 會是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在這八個時間點都要聽到聲音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好 那你可能有人已經注意到這個差異了 首先這個我從這邊刷過來的時候 一個聲音 然後再往上的時候 在上緣移動的時候 我會改變鼓抓的角度 或者是用加壓的方式 我們之前有提過各種產生聲音的方法 這樣就會多一個聲音了 我剛用的是 往下壓的方式 另一種方式就是直接改變速度 開始喔 1 and 就是 所以這個移動的速度會蠻不容易的 因為你看這個1的前半拍 我劃過來的時候 準備要進行下一個動作之前 其實我做了一點點的減速 可是這個減速要做得非常的細膩 不落痕跡 因為如果你的減速減得不自然 不夠順 你可能會聽到一個 就卡住停下來的聲音 再變速就多一個聲音 會變得亂七八糟 所以這個 怎麼樣 從下去的速度 有一個瞬間速度到慢慢的 慢下來 這樣就可以製造兩個速度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速度其實是 有兩個 兩次 從速度快 放慢下來 再快一次 再慢下來 這樣會有兩個聲音 這個動作會需要一點時間去摸索 然後 第二拍的後半拍 我是用往下壓的方式 2&來囉 連起來是這樣 再來示範另一種方式 在移動的時候 如果我的速度稍微的加快一點 那你會發現這個動作會變得簡單一些 刷動的角度就比較不像是一個弧形了 它反而比較像是一個有 像一個A型 像是這樣子 我把鼓刷比一下 像是一個這樣子的A型 像是這樣子的軌跡 那刷動的時候 刷線不一定要從頭到尾壓在鼓鼻上面 有些鼓手喜歡從頭到尾壓在鼓鼻上面 我也很喜歡這樣子的聲音 但是這個難度會稍微高一點 如果你不把刷線留在鼓鼻上面的話 只是這樣帶過 用我之前講過的這個基本動作 手腕帶一點轉動 所以以一個弧形的角度 這樣刷過去 這個動作會變得簡單很多 所以1&就這樣 然後2& 連續的話就是 但這個動作因為蠻輕鬆的 要小心 有可能會越刷越快 也可以折中 從這裡面先找到一個好入手的方式 再慢慢轉變成另一種方式 那我現在示範一下我的方式 1&2&3&4& 對 1&2&2& bun